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7年4月 遭也门总统8年的亚丁省省长祖贝迪 联合26个部落军政领导人组成南部过渡委员会 力量迅速发展后不断挑战哈迪政府 甚至于2018年8月攻入哈迪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 时至今日 在阿灵球的支持下 STC不断暴露出取代哈迪政府的野心和能力 那么阿灵球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什么具体帮助 反护赛力量的分裂是否意味着伊朗支持的护赛武装的胜利 冷战时期的野门就已经成为了美苏两国对抗的前沿阵地 在美苏的影响下 这里甚至出现过同时新洋伊斯兰教和共产主义的政体 长期是代理人战争的受害国家 苏联解体后 这里又成为了美国反恐行动的重要战场 和伊朗扶持沈业派的基地之一 而其北部地区前国沙特 不仅是美国的盟友 都是也优先南方的小邻居被伊朗影响 长期对野门严防死守 其结果便说无论海湾地区发生什么政治博弈 外交纠纷 最终都会在野门引起连锁反应 内战和大国干预 从未停止 2010年年底的突尼斯革命爆发之初 野门就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 成为扩展中东聚变影响范围的走到地带 国内多地爆发的民众示威抗业游行 最终演变为总统萨利赫被迫下台 新总统哈迪接管国家权力 但和平并未降临这一国家 恐怖袭击频发 部落势力强大和护赛武装的异军突起 使野门国内的安全局势不断恶化 社会治安和民众生活水平迅速下降 此后野门的冲突性质 也随着地区博弈的复杂程度而发生根本变化 从单纯的反政府抗议示威 转变为伊朗和沙特两大教派集团的代理人战争 2015年3月 沙特组建了包括阿联酋在内 10个国家军队的联盟军 来打击护赛武装 但沙特王室当时四处出击 分身乏术 看似武装到牙齿的沙特军 实则也缺乏训练 人手不足 操作组建起的盟军队伍战斗力相当有限 反观胡塞武装 不仅是内战动乱中打出来的老兵汉族 而且有伊朗的暗中支持和强大的精神信仰 因此虽然他们的武装不足 却和沙特联军打得有来有回 甚至一度突入沙特境内 但胡塞军自受有余 要深入沙特国土还是很不现实 战争承接在野门国土上拉锯 使这个国家长期处于碎片化 战争化的状态 人道主义危机深重 这种危机往往是 妥致高走分化的弦奏 果然 如今野门国内的反胡塞力量 开始发生分化 哈迪政府自2017年起 开始着力解决对野门南部的 有效控制问题 将长期具有分离倾向的 亚丁省省长免职 并全力挤押 辅走哈迪政府管理的部落 正引发分离主义势力的强烈不满 STC就在这样的背离下应运而生 七名车 南方过渡委员会 就显示出取代哈迪政府的野心 当然 从根本上来讲 STC的出现是野门南北之间 资源分布不均 财富分配不公平 文化冲突无法解决的产物 时至今日 野门国内抽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 胡塞武装控制着地理面积相对较小 但人口众多 地理位置至关重要的首都萨纳 及北方大片领土 哈迪政府控制了南方部分首份 及小部分北方地区 STC则控制着野门临时首都亚丁 和部门南方地区 三者背后各有域内外国家的支持 胡塞武装长期依靠伊朗 并接受其武器援助 哈迪政府依赖于沙特与美国 STC则完全靠向阿联酋 谁也想不到STC的崛起 竟是阿联酋一手操纵的直接结果 2015年3月 沙特组建起多国联军的直接目的 在于消灭胡塞武装 帮助流亡国外的哈迪重新掌权 当然 这只是个谎子 根本目的在于控制野门 并紧压伊朗的地区生存空间 然而这个联盟内部成员 却各怀一心 又以阿联酋最为特殊 无论从领土面积 人口总量 还是国内生产组织来看 阿联酋都是中东地区的小国 但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商业成就 又让它成为了整个海湾地区 举足心中的力量 自冷战结束以来 阿联酋就多次参与 美国组织的地区军事行动 例如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等等 在中东大刷存在感 随着协同作战次数的增多 和地区影响力的增强 阿联酋的地区野心也随之产生 首先在野门战争中 阿联酋目睹了沙特军队的软弱 从而谋发扶持野门分离主义势力 以获得在关键事务中的发言权和战略意图 2017年STC的成立 就是阿联酋暗中支持的结果 在长达三年的时间中 大量的军事武器人员不断地运送到STC 却从未引起沙特这个盟主的疑心 直到情况无法收拾 其次阿联酋也需要代理人间接对抗伊朗 这两个国家长期存在领土争端 而伊朗又通过支持胡塞武装来牵制海和回国家 这就使得阿联酋深刻感受到控制野门南部的重要性 尽管支持STC是对沙特的公开背叛 但相较于对抗伊朗的急迫性 阿联酋认为值得一试 最后阿联酋希望借助代理人 稳定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海湾追据 胡塞武装的军力虽然强大 但并未像哈迪政府一样得到国际收获的认可 这意味着野门短期内不会迎来和平 而支持靠向自身的STC 有利于稳定野门南部的转口贸易 这是阿联酋目前挤需的 但阿联酋也不愿因支持STC而与沙特发生冲突 在经济上对沙特的巨大依赖 以及在对抗伊朗方面的共同需要 时期对STC的活动也有所限制 比如当2019年8月 STC攻入临时首都亚丁之后 阿联酋就颇为不安 要求STC与哈迪政府达成一定妥协 最终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STC的武装力量从中央银行 最高法院等政府设施中撤出 此外 面对哈迪政府对阿联酋的多方指责 其也表现出多方忍耐 便以强调维护与沙特整体关系的方式来化解矛盾 但总的来看 阿联酋正不断展现其外交政策中的灵活性和独立性 未来将更加深度的参与野门事务 胡塞武装经过数年的武装作战 已经从民兵武装成长为正轨部队 但国内外敌对力量的多方打压 使其不得不依赖十二一马木派的伊朗 而伊朗扶持胡塞来牵制沙特的战略长期不变 这使黎巴嫩珍珠党在野门的活动也不断增多 2011年以来 珍珠党活跃于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 在当地局势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至2015年 伊朗已打造出维护最深利益的珍珠党博士 其利用所在国中要政府赢弱 当地教派矛盾尖锐的状况 派遣珍珠党成员担任总教官 提供军事支持和作战指导 以建立起当地的沈耶派伊斯兰武装力量 建立国中之国 经过长达五年的经营 胡塞武装最终接受伊朗特色珍珠党模式 其作战风格类似于珍珠党 高层军事参谋的作战思维 也深受伊朗的影响 同时 胡塞武装也学习珍珠党在黎巴嫩的崛起方式 特别注重对控制区域的民众 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服务 也好使民意基础 以此次新冠疫情而言 胡塞武装的防疫措施也颇为严厉和科学 引导了当地民众的认可 缓解了部分人道主义危机 但珍珠党模式对胡塞武装的不断渗透 却意味着伊朗对胡塞武装控制能力的增强 因此 从长远来看 也门内战的最大受益者还是伊朗 同时 地区局势的变化也加深了也门局势的复杂程度 胡塞武装 黎巴嫩珍珠党 分别面向沙特和以色列叙事待发 未来的地区战争前景将会如何 现在仍然不好预测 本已饱受图断之苦的也门 现在的情况越发复杂 三组鼎立的复杂格局的背后 各方力量背后都有外部势力支撑 而冲突三方的代理人化 意味着外部力量的利益 若得不到协调和满足 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显然 美国和伊朗矛盾在越演越烈 这预示着未来的也门局势也会更加混乱 但就此刻来说 也门国内粉胡塞力量的内 倒是给胡塞武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他会是那个收拾残余的人吗